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李丁聊天室,今天我们有请请到韩腾,来聊一聊最近回国在学术圈发展的一些感想。 韩腾,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背景怎么样?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丁的邀请啊,那个跟李丁也是在,应该是18年wister上这个见到的啊,17年啊,17年啊,已经很早了,对对对。 呃,那那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那个我叫韩腾,然后现在在中科院软件所呃,呃,担任副研究员呃,呃,那我是2019年,2019年毕业,从加拿大毕业以后呢,就直接回国了,呃,然后参加了这个中科院软件所,现在也是在从事人机交互技术的这个研究呃,呃,呃,也回国两年多,其实对国内呃的一些这种工作的环境,以及这个工作的方式。 呃,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学术圈里面,这个呃,去发展的一些这个思考吧,也有一些积累,那也借这次机会和李丁聊一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呃,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 对,谢谢,韩腾愿意来分享,这个我们这个第一个,其实我感兴趣,我感觉很多很多这个朋友们也都感兴趣的,就是回国的学术圈的一些这个这个当时的一些动机和一些原因,呃,之前我也写过一些博客呀,也试图分析,就是我自己就比如留美国做研究的暂时目前阶段那些原因,然后你的话,这个回国的一些呃,这个思考是什么样子呢? 对,那我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呢,就是因为我太太,我太太她是在那个北京啊,在在国内上的大学,然后博士又读到博士后,然后后来又选择呃,呃,留校任教。 那相对来说呢,我,我的选择面比较广,因为我是做计算机的嘛,那他是做这个农业科学的,所以呃,相对来说,他的这个就业的选择面会比较窄一些,呃,考虑到这个情况,当时我就觉得说啊,呃,呃,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就是呃,我,我选择回国,当时也是因为这样才选择在北京啊,因为那个别的城市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啊。 对,哎,那,那其实这个,那你当时,比如在加拿大准备完成自己博士的时候,可能也就开始了解国内的教职的一些,呃,信息啊,然后怎么申请的这个过程呢,然后呢,至少像我的话,我可能之前对,呃,北美这边,或者欧洲的这个,这个找,教职的这个流程,大概的一个理解,就是比如说,11月,12月,交申请,然后呢,催的,呃,推荐人,交推荐信,然后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春季去,就是每个学校的去面试嘛,如果有拿到邀请的去面试,对对对对,然后, 秋季在在入学当教授,或者说defer一年当教授的,对对对,然后这个跟国内的这个申请的流程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相似,或者有区别的话吗? 呃,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就是国内的申请,它没有明确的deadline,呃,那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你通过个人或者朋友介绍,去接触到一些团队老师,呃,然后包括学校,他们有这个岗位放出来,那这个,这个我,我比较凑巧,因为过去在我博士的后面两年啊,就是也是经常回国, 所以有很多机会跟国内的老师进行交流,然后也表达了这个,呃,想回国来工作的这个意愿,那各个老师也是互相帮忙去推荐,然后看哪里有这个职位,然后也包括国内的一些朋友, 那基本上就是说,呃,首先要还是,呃,跟国内的比方说一些学科带头人啊,还有实验室的一些这个领导,呃,去聊,然后去介绍自己,然后去做学术报告,那有了这个基础以后,那呃,后面就是说你真正在去找工作的时候,那就跟他们就是去,等于是要正式的去提出这样的一个申请,那这个过程实际上更多的是,和这个学科带头人, 啊,还有一些,呃,这个复的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个这个交流,呃,呃,然后跟他们有了第一步的这个交流之后呢,呃,然后才开始就是去准备材料,然后去去准备这个,呃,因为每个学校和每个学校其实不太一样情况,那就是根据他学校的相应的当年的这个招人的一些政策,啊,以及这个条件啊,各个方面,那你去再去走下一步的这个流程, 所以基本上国内的话是,呃,大概是这么,那他没有,呃,明确的,当然可能是各个学校情况也不太一样,但是我的理解就,大部分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这个时间限制的,呃,更多的就是说,那个看看哪个团队,或者是哪位老师,或者是哪个学校,他有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这么一个放出来, 然后你去去去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呃,应聘啊,哦,了解,了解,那这个的确跟国外的挺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尽早的开始去各处地方做学术讲座,这个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对,所以说现在各种还在读的这种博士同学就可以尽早的开始给talk了,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环节,是的,是对,然后刚才你提到了,如果要加入这种,比如说你要看这个团队带头人,或者这种这种,呃,实验室的这种大,大, 大,大boss,啊,对,大boss,他们的话,对,如果有有空位的话,那就可以考虑要不要来面试你啊,要你教材料啊,这样子的,对,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之前的了解,好像国内,跟国外的对于这个,呃,叫什么,呃,assistant professor,就是助理教授的这个定义,也是不是特别一样的,国外的话,比如说,你只要当上了这个assistant professor,其实你就默认有了博导呀,其他这些独立带一个团队,对,建立自己的这个这个实验室的这个这个义务和权利,然后那这个, 这个国内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呃,国内现在是正在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改革,呃,然后像比较好的学校,清华北大就比较早,然后其他的一流的大学,其实也陆续开始做这个贪牛制,制度,那只不过他们,呃,每个地方的叫法不太一样,那你像清华北大,他比较直接啊,他其实跟北美的接轨是非常,呃,非常那个一致的,呃,近来其实就是叫, AP,啊,就是叫assistant professor,那这个,呃,你的理解就是可以跟北美基本上是一致,啊,基本上一致,那但是有些,有些学校呢,就是,呃,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项目啊,或者是一些人才的这个,呃,一个,一个,一个名称啊,比方说叫,呃,特聘,呃,什么研究员,或者特聘副研究员之类的,呃,或者叫特聘什么,呃,副教授之类的,那这些其实都是,呃, 都是为了吸引人,呃,来取得一些名号,但是本质上啊,呃,其实大家弄清楚一点就是,这些学校是不是都在实行这个探究制,也就是说给,呃,五年六年时间,呃,那一步一步的你要就是,等于跟北美差不多啊,就是要做一个非生即走的这么一个选择,呃,但是至于名称叫什么,其实各个地方,各个大学,他们那个叫法是不一样的,啊, 啊,但是本质上是,是一致的,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啊,国内因为现在处于这个变革的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地方包括我们中科院实际实际上现在,呃,也是陆续在开展这样的一些制度上的一个尝试,但是也,也必须得看到就是说有很多地方实行的还是一些老制度,啊, 啊,也就是说那个,呃,没有所谓的这个贪牛制,啊,那更多的就是说我们,因为国内其实是有一个在边和非在边之类的一个区别吧,等于是就是说只要有这个岗位,你竞聘过来实际上就是,这就是你的工作,啊,这种工作,所以对你的考核并不是说这种非生即走,但是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考核你,啊,呃,所以说这个国内就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制度,有的是老制度,有的是新制度,但是 总体来说的话,大家都在朝着这样的一个抬牛制去,去发展,啊,所以现在呃,特别是大学走的,相对来说会更快一些,啊,对,嗯,那你刚才也提到说中科院现在也属于在这个改革的这个过程中吗,然后可能对,N年之后也会是变成跟新华北大类似的这种学制,呃,评价体系,那那目前的阶段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是你现在是一个,等于说你现在上面还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实验室是吗,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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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目前来说,就因为这里面牵扯了两个问题,啊,目前来说中科院,呃,你像我们所,我们这是在软件所啊,就是,呃,大部分是有这个特聘研,呃,呃,特聘研究助理,啊,之类的一些,一些,一些东西,实际上它本质上也是一个过渡期,啊,就是给你三年时间, 然后来这个,来,来做出相应的一个成绩,啊,那这个成绩其实是多方面的啊,就是有这种学术上的成绩,有这个项目上的,然后有这种,呃,这种,呃,转化上的就是各个方面吧,对,那,呃,呃,三年后你可以,如果是比比方说做的比较好了,那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去申请这个 这个复研究员,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啊,那,那这个是中科院的这样的一个,现在正在改革的一些制度,呃,呃,过去啊,过去可能,呃,因为这个制度可能也就是这两三年开始开始实施的,所以现在其实等于是大家还是在鼓励说,呃,我要有一个比方说啊,国外的三年的工作经验,啊,或者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是等于是回国先实践三年,啊, 特并的这个之谓,特并三年,再再变成,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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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假,就像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是编制内的了吗,那,对,对,这跟你,比如说你是清华北大的一个教授,拿了Taniel,有什么区别呢?呃,现在就是说几种制度,其实都是在混合着走的,你像编制和这种,呃,不再编制的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就是中国社会这个非常, 老的这种,就是国企化的这种,事业单位的这种运营体制啊,但是现在这个,呃,呃,在很多单位已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很多像我们其实也是,一方面是在编制内,另外一方面我们签的也是合同,就是合同制,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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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最现实的,其实还是要看那个合同, 所谓清华的那个Taniel制啊,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说长聘,也就是说它的合同是给你签一辈子的,就是说叫长聘,那短期就是,呃,Taniel之前它都叫短聘啊,也就是说两年三年或者是几年时间,那合同结束了以后,那是不是是不是要续签或者是这个怎么样,那就看你能不能过那一关了,啊, 所以,所以现在最,最现实或者是最,呃,最实际的,其实都是看,看合同,那所以说你现在复原制员这个编制内的这个合同,就是一个长聘的,就是终生制的一个合同,其实就是一个,对,默认它其实,呃,是一种,呃,长聘,但是我们实际上也是要,要没几年要一签的,没几年要一签的,那就不是,那就不是长聘啊,呃,所以说它这两个制度实际上是在混合的,OK,是在混合的,对, 其实最后它其实等于是,呃,不像以前啊,就是你只要是拿了这个岗位的,我们叫做在编的人员,那你就好像说拿了一个金饭碗一样,或者是什么一样,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概念了,呃,就是说你在编无非就是能够帮你去解决一些这个体制内,这种比方说户口,呃,比方说这这些这些这些事情,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单位留下来,或者是能够有 好的上升空间,那这个完全是,呃,取决于就是客观的这种,呃,你对你工作的一种评价,那如果你是,比方说每年都没有什么产出,或者是说做的不是很理想的话,那呃,呃,实际上也是要有淘汰的,呃,实际上也是要面临这种被淘汰的这种,这个选择,所以现在就没有那种,呃,什么金饭碗,或者是什么, 那那那个概念了,啊,那个概念了,所以大家还是要不停的去,push自己去做出新的东西,或者是有影响力的东西,啊,那这个点其实,其实跟,跟,就新华北大,我,我就新华北大的这个,那就跟美国的,跟外国的,还是不太一样啊,就比如说外国的,天牛的话,你太扭了之后,只要,不犯大错,你只要每年该上的课,去上了个课, 然后,你女色情哪怕,可能没有出什么很好的成果,嗯,学下来不会fire你吗,那这个的话,在,在比如说清华北大这种,改,走在改革前面学校,他们是一样的吗,就是说还是说,他,他是,他是一样的,就是说原则上你是,有编制的,或者是这个,长聘的吗,所以说他不会去fire你,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很现实,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好,或者是做出相应的这个,亮眼的成绩啊,因为,它是一样的,就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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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竞争的,那么,作为这个,不管是院领导,所领导,还是校领导来想,那我为什么还要在,在,在,在聘用你,就是,其实它是有这种,呃,潜在的这种竞争,导致你说,我必须得,呃,不停的要做出好的东西来,啊,那,呃,如果你真是说,我什么也不错,然后我在这里养老,或者怎么样,呃,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说,是越来越被,不容忍了, 啊,就是,这个,这个事情,不太,不太容易出现了,对,我提这一点,其实,对,我也感觉很多教授,全世界的教授,都,都,都是很,呃,很想做好学术的吗,所以说,就算这种美国教授,他们有你,就我刚才说的这种,对,终身式的体验,他们也很少人会去,无所作为,他们都还是,对,对,对,因为他们前面,10 new clock,已经把他们,有了这个,这个动能,摆,摆在那个地方了,他们还会接到,对,对,对,然后,但我这个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因为你应该签到这个,长,长,长期的合同和短期的合同, 所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国外的,这是一个,我记得好像是个长期的合同吧,就是你10 new的时候,那个合同换了一张纸,然后就写了,就说,就 indefinitely,对吧,这个,这个,然后呢,所以说,那国内,他们是有evaluation的,但是呢,他不会因为你做的不好,系指问就说,啊,你得走了,因为你做的不好,对吧,因为我也,的确也见到过很多,可能比较,滑水比较严重的,这种associate professor,也有了,对吧,然后,我就想好奇的是,比如说,国内,对,有这种滑水现象的存在吗, 还是说,因为是短,因为实际上你说的,以修的短,就,实际上好像还是在短,短,短聘嘛,对吧,对,他,他那个合同,其实,就是说,其实编制啊,相当于这种长聘,但是你说,有没有滑水的,那肯定是有啊,就,因为咱不能一概而论,嗯,但是那种情况,就属于取决于最后你的,呃,比方说团队,你的领导, 然后包括你的这个研究所啊,或者是你的学校,是吧,那他们来决定说,那你是不是还适合,待在这个团队,因为如果你,呃,比方说,一个没有什么贡献,或者是没有什么这个,呃,个人的发展的话,那实际上,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勉强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状态,那又何必呢,是吧,对,因为这个,这个东西,你,因为你,他等于说什么, 就是你做不好,实际上你,比方说个人的这个经济收入呀,然后你的这个,这个工资呀,就是相对来说都会比较,比较受限制,啊,比较受限制,呃,那所以说对你个人也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你勉强留在这儿,毫无意义,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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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状态,所以,呃,他不会说是我,直接强,强制的辞退你,或者怎么样,他不会这样, 呃,但是呢,就是说,呃,总统法是整理吗,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因为你毕竟要往前走,或者整个团队要往前走,那,那你毕竟要面临一个选择,啊,对,对,那我们刚才,就是你刚才提到一个这个评价的体系嘛,对吧,那,呃,他,在你的体会中,他这个,呃,大概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呃,evaluation呢,比如每年的这个年度的考核,呃, 呃,对,因为我们像每年都要做这个数值报告嘛,其实也就是这个,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单位,呃,其实都是存在这个的,那其实,呃,现在比较好的就是说,你的,呃, 这个个人的这个成绩,或者是你所做的事情,那大家看的并不是单方面的,啊,比方说,你是擅长做这种前沿的学术研究,那么你可以说我每年发到比方说好的高质量的这些文章啊,然后期刊啊,之类的,你可以拿这个来证明自己的一个研究的先进性,啊,呃, 呃,然后比方说你是非常注意这个落地的,或者做这种产业转化的,那么相应的比方说跟企业的合作,然后甚至是自己的这种成果转化的一些成绩,其实都是可以的,呃,所以现在,呃,国内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呃,咱们经常说这个破五维还是破四维啊,也就是说不能光以这个数论文数量来作为评价一个科研人, 人员的这个唯一标准啊,或者也不能光看他身上戴的这个学术的帽子啊,因为这些有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片面的,那大家现在比较注意的,或者是比较看重的,还是你实际这个东西的实际价值有哪里,其实你这个价值可以体现在学术上,也可以体现在这个实际的这个转化上面,那也也就是不要去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但是他们更多的意思是说,我做的这些 这些东西确实是一个好的研究,然后文章只是,呃,只是我阶段性的一个汇报而已啊,其实更多的这个,这个,呃,价值上面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取向是偏向于这样, 因为国家现在也面临就是要发展,其实要走一些务实的这么一些这个,这个道路啊,去解决一些,呃,关键的一些技术问题,所以大家并不是完全去,比方说一定是去看文章,但是你如果能够去真是在工业界,去解决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技术问题,或者是一些其他问题的话, 大家一样会认可,啊,所以这个这个是目前国内的一个现状啊,听起来你们中科院的这个评价体系,跟我们公司的跟业界的都很像啊,就是一方就至少跟业界的这个研究,研究类似的这个非常像,就是有的人喜欢,就感觉他们想要做出academic contribution,那他们就发有影响的paper,有的人想想要落地,那就跟产品组做一些比较踏实的这种rnd, 这都是非常flexible的,就你看你想做什么,或者擅长对对对对,其实中科院是有这么一个比较灵活的环境的,因为呃,我们这边有研究系列有工程师系列,然后你也起还是结合你个人的一个志向,和个人这个去去去谋划的这些呃发展的方向,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啊,这些都是被鼓励的,但是关键就是说你确实得做出点这个这个成绩就是真真真正 能被别人认可,能能能够带来有价值的这些东西啊,这个这个东西是比较客观的,对,那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中科院的话是一个研究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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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吗,对吧,然后他里面的这个工程的这个track是什么,他是有个公司吗,还是就为什么会有一个工程系列的这个可能这个这个问题很多很多很多同学可能都会感感兴趣啊,因为中科院他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研究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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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啊,因为中科院他的这个,当然这几年中科院也是在不停的在改革啊,呃,因为像五十五六十年代当那个就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做中科院当然要去要去解决一些这种科学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重大的一个技术的攻关啊,呃,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相对来说他的研究基础研究没有那么的呃,那么的那个集中或者是有实力,但是这些年 其实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角色一直在发生的一个改变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大学里面的研究,其实已经是非常的领先了啊,然后水平也非常之高,那么中科院实际上一方面要去做这种基础研究,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职责啊,就是帮国家去解决一些重大的这些项目啊,咱比方说这个上天入地的,或者下海的这种项目,因为这些都是牵扯到,咱比方说国防, 牵扯到这些国家最高的这些呃,机密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很少是交给公司去做啊,那大学来说的话,大学又要大学老师一方面做科研,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有这个教学的压力,因为他们本质上还是一个学校,所以说有这些大型的这种国家项目的话,往往是放到中科院的这个,这个依托中科院来做,来建设啊,那那为了做好这些东西,其实中科院一定是要有自己的这个工程, 对工程团队的啊,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研究系列和这个工程师系列啊,那所以工程系列其实就跟公司特别像了,只不过相当于是一个国营的一个公司的感觉,对对,其实其实运转的模式还是比较比较相似的,比较相似的,因为他也要去接项目,然后做好项目去验收,就类似于这种啊,了解,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在国内的话,这个经费申请什么样的, 中科院的话,那你们也需要申请经费吗,像你刚才说到国家会发,就是发布一些这个重大的项目,让你们来做研究的做工程呢,那你们还需要申请经费吗,呃,这些项目都是需要申请的,就是说国家是比方说科技部啊,或者是基金委啊,呃,或者是地方的,那么他们其实都是结合现在,这个呃,比较关键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比较这个前沿的一些技术啊, 发布一些这个这个需求啊,或者是一些基金的机会,那么呃,其实你团队来说,或者是中科院来说,他们自己也要去申请,去去PK,去拿到这些项目,呃,来竞争上岗,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体制,所以说呃,中科院实际上还是大部分团队是需要申请项目的,你我们这边项目就是分成两大类啊,一类是这个纵向项目,纵向项目指的是一些像国自然基金,这种啊,这种啊,这种这种啊, 国家课题,类似于这种,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属于这个横向项目,横向项目就是一些偏这种企业化,然后偏这种工程化的这种这种这种项目啊,所以这两部分项目其实都是需要去争取的啊,因为你团队你要生存吗,团队要生存,然后团队也要发展,所以这个钱主要是靠项目来支持啊,听我听这个理解,我感觉好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纵向这种,其实很像是就是中nsf这种一个种原研究型的方点, 因为你是要对钻的很深,把这个领域的问题一个小问题给钻透了,然后很像这种,更像你说的这种工程型的,你要把很多团队凑到一起,能够上天入地啊,这样子的,没错,那那我还对有个follow up的问题,你刚才也说到了,这可能有点跑题了,但是,嗯,你说,那既然你说了大学小时没有这个工程团队去做这个事情,对吧,然后然后也公司也不能参与这种方式的竞标,那那那那中科院的工程队在写这个 很像这种,呃,方案那不是一头一个准吗,有有什么重大的竞争,呃,他他他不是,呃,这个首先纠正一点就是大学现在其实他们自己是有工程工程的那个系列的,呃,也就是说大学老师现在就是体制上其实还是很很flexible的,也就是说他们除了有自己的学生,呃,那如果你的经费足够的话,他很多大学实际上是可以自己招这个工程师的,呃,是可以 的,也就是说也,因为他也是实验室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他们也是需要,也是需要去竞标这些,呃,不管是横向还是动向的一个项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呃,去竞争去PK的,首先这个,呃,中科院是一百多个所,就是每个每个领域可能有几个所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它并不是承包制,然后另外就是中国除了中科院,还有电科院, 还有航天工业,还有就是各类的这种国有的,就是这个国型的这种,呃,大型的这种事业单位的研究型的,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之间其实也存在竞争关系,啊,然后还有一些公司,比方说一些项目,它其实,呃,并不是完全都是要交给这个国家队,或者是这种国有的这种国字号的这种队伍,那有些项目,它也是要面向社会的,面向社会来招标, 只要它符合这个资质,啊,符合这个东西,所以说,呃,竞争是全,全方位的,全方位的,了解,了解,对,这个,这个挺,挺,挺好的,要不然的话,那不就是对,自己写申请,自己有一个人交了,你没有竞争,那不会,那不会,那不会,对,对,对,是,OK,那这个挺好的,然后那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呃,做这些,项目啊,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生源嘛,就是那国,那比如说中科院的话,你现在招生的这个,生源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情况呢,嗯, 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中科院现在生源上面,呃,它受数量的一个限制还是比较大的,呃,因为根本原因在于说,这个中科院的规模有点大,然后呢,那个像教师队伍,呃,就是有这个硕导或者是博导资格的老师相对来说会比较多,呃,那我们这边就等于说是,呃,你的招生的这个学生数量没有那么多, 所以说中科院相对来说,这个在学生资源上是比较紧缺的,呃,大学会好一些啊,大学它这个根据我自己的一些,呃,观察和看到的啊,就是说大学它相对来说分配的这个学生的名额,呃,会相对来说这个宽松一些,呃,所以大学其实你看很多实验室都是以这个学生,呃,组成一个队伍,呃,博士生啊,说者生,呃,那在中科院你会看到就是说很多, 并不是完全以学生为中心的组建这样的一个队伍,他会更多的通过员工,通过这个,呃,这个这个在港的或者是非在港的这些研究人员,那来组建这样的一支队伍啊,所以这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啊,对,那你刚才说到生源,这个我,我,我,我猜测生源有两方面的原因吗,一是国家可能这种经费的分配,就是给你多少个high count,你真的用多少个,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有学生的这个选择的意愿吗,应该这是一个,比如说可能学生他就想选清华北大啊,或者是其他的一楼院校,他就可能不乐意来这个中科大,不是中科大,对,中科院,对,然后那那这个,作为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说,他选择中科院他的优势有哪一些呢,呃,这个其实是分领域的,分领域的, 也就是说,呃,从研究的水平来说的话,其实中科院还是存在很多,比方说咱们这个信息口啊,还是存在很多非常顶级的这个研究团队的,那有些学生他是为了那个老师而来啊,就是说我,我盯住这个研究团队,我盯住这个老师在国内的,在国际上的这个学术影响力,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其实不看我去的是哪,我,我更多的是看我来到了这个老师的这个队伍里面,对,呃, 呃,然后,呃,但是,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呃,就像你刚才说的,呃,很多学生实际上他还是有这个名校情结,也就是说现在,呃,我比方说我有机会去清华北大,其实很多学生还是很,很乐意的,很乐意的,所以在这个,这个,这个问题上面,这个必须得承认啊,就是说声员上面清华北大呢,绝对是在国内是没,就其他学校都,或者其他的这个科研院都是没得比的, 啊,因为这个名气啊,这个影响力放在哪,对吧,但是,呃,中科院的声援呢,就是更多的就是靠,呃,这个整个所的这个声望,包括这个老师,他团队的这个声望,还有,呃,这个中科院他自身,有一些这个,呃,项目上,或者是这个团队上,资源上面的一些独有的一些,一些地方, 来吸引这些优秀的学生,呃,其实这这几年也能看到的是,呃,有很多清华北大的这个本科毕业生也是愿意到中科院来来来来保研来来度博士的。 了解,了解,嗯,这个,对,这个我感觉也是,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就怎么能够呢,学生就是比较,对,客观的去评价哪一个研研究院所是最好的,因为毕竟这个名校情节,全世界都有嘛,就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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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呢,其实拿到最好的学生,是,嗯,这也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是的,是的,对,然后呢,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其实我在我们那个微信讨论组 和那个telegram讨论组也都问了我的这个听众们说,我们要做这期的节目大概,然后大家有什么类型的问题,啊,这是几个观众提出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们问几年后离职有这种违约协议,或者就是这种,呃,对吧,违约的这种条款吗,在你的经验里,呃,这个问题问的比较tricky啊,因为离职有各种原因,有各种原因,所以如果你是正常的这个工作调动啊,或者是这个, 比方说我要,呃,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换到另外一个学校,其实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人员流动,我觉得这个倒不存在什么违约不违约的问题,啊,但是有些,确实也,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有些人他可能是出于私心,还是出于什么,就是往往是来到这个,呃,中科院他就是为了拿一个户口,啊,比方说啊,呃,然后拿完以后他可能就想要去公司去赚钱,那这种是一定是有违约的,因为 你在签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在去做这件事情时候,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协议的,然后就是做到合同上的,比如说你得做多少年才能走吗,对吧,你如果提早走了,就要就要付出代价了,这个,这个,这个,好像所有的国有企业,或者是这个事业单位,呃,现在都都开始比较注意这个了,啊,比较注意这个,但是你如果说是我们是比方说做研究的正常的工作调动啊,什么的,那个都,都没有什么违约不违约的问题,那个主要是你个人和团队互相之间的一个考量的问题啊, 对,挺好的,挺好的,呃,第二个听众提出的问题,他问的比较宽泛,他就是说,那你回国这段时间有什么坑吗,就是回国找教职啊,包括入职这段时间,有什么坑吗,呃,这个,呃,你说坑,我觉得主要还是,呃,要看准这个政策,要看准政策, 呃,因为前段时间也是有些新闻啊,就是非常负面的是吧,像中山大学啊,或者是什么的,就说招了一堆这个,这个特聘最后能留下来的比较少,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你要看准政策,就是说,呃,他放出来的这个职位,他的这个预期, 然后他的这个,包括他的duty,是吧,他的这个,呃,这个,呃,这个,这个期望,就是你能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将来能留下来会走一个怎样的一个track,就是这个东西是一定通过这个,呃, 这个规则上,就是或者是这个,他的这个招聘里面说明的,然后也一定也要去跟你对接的,或者是你去聊的那个学校的负责人啊,或者是一些团队的负责人去聊透,把这个问题,呃,所以,呃,不要特别盲目,就是不要,不要就是好,呃,不了解情况的这个,这个情况下面,你就去,去申请啊,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坑往往就是说你前面没有聊的特别的那个明确,或者是这个,这个深入的情况, 去做的选择,呃,呃,那大部分其实,总体的原则上,我觉得,呃,你说有什么坑,我觉得会做,我觉得到不是坑啊,倒是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就是说,呃,如果在国内回国来走这个,这个tanyo track的话,一定要做好,就是,呃,它并不比美国容易的这么一个准备,呃,也就是说,现在学校,不管是,呃,这个,清华北大也好,还是,还是这种一流的, 大学也好,其实大家现在的期待值都非常高,呃,都非常高,也就是说这个,这个东西是水涨船高的问题,因为现在优秀的人太多,然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伴,大家的这个伴也会随之而提高,那么也就是说,在很多学校,他们就会期待你说,我做到世界第一,或者我至少做到中国第一啊,呃, 呃,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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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就是说,我顺理成章的留下来,所以说,你要去做到,你要以这个为目标的话,你会,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这几年会很辛苦,会很辛苦,中国又只有一个,中国又只有一个中国第一,所以你就得做到,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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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或者你,你充分的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是,是,是足够的,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就是说,呃, 你,你要回国,其实你特别是在学术学,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水涨船高,呃,真的是水涨船高,这个大家现在的期望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了解,好,第三个问题,就是也是非常宽泛,他说这个,呃,在时间管理方面,有什么这个体会吗,就是在中科院,包括回国,跟你在北美读博的期间的这个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管是北美,还是在国内,其实大家都 都会遇到,就是从学生转变成一个老师的时候,你的时间管理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那,那非常大的一个体会,那确实是当,当在读PhD的时候,在读,当学生的时候,你做research是非常focus的,呃,就是,就是你真的是享受这个research的过程,是,是整天在琢磨这个research过程,但是你当了老师以后,你会发现你有各种,呃,学术这个资源的问题,因为, 你要想着去深founding,然后,你,你还要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包括比方说,如果你是在一个系,然后你又帮系里面去管一些,比方说招生,比方说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自己的时间一下就被打散了,啊,一下就被打散了,那,那个时候就是,呃,找到自己最合适,或者是最适合自己的这个,呃,工作方式啊,或者是工作节奏,其实还蛮重要的,还蛮重要的,因为一方面你要处理好, 各类各样的事情,呃,当然这个里面我还要再提一下,就是说你,你要有家庭,因为年龄,年龄到了嘛,所以说你还要去兼顾自己的家庭啊,什么的,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一个改变,一个改变,那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事情,每天找上来了,或者每天不同的会议找上来的时候,呃,怎么能够再去协调出时间去做research, 然后去知道自己的学生,其实那个真的是很很讲究啊,或者是呃,当然每个人有有每个人不同的方法啊,我觉得这点是呃,这个改变一定是要有的,但是这个调节也一定是要自己做的啊,我非常非常同意,就我,在这个入职工业界之前,在读博士的时候,读本科的时候,时间都是一大块一大块,我可以说我这个星期,我就做这一个project,然后我也没有meeting,作为博士生我也没有什么meeting, 这一星期可能就开会一次,就跟老板开一开就行了,然后现在工作之后,你别说一星期了,就一天的这个block,一完整的,对对对,八个小时,都是非常非常难的,基本是修往了,所以像你说的,每个人的这种去去,怎么去时间管理的方法,肯定是很不同的,呃,我们这期可能也没有时间去讲的,但就是肯定要有改变,做好这个改变的这个心态,就就非常重要,是的,是的,对,好,那这这这期的这三个 听众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如果之后某一期听众有问题,也可以接着加入我们讨论组来提,然后呢,接下来我还有几个自己的这个这个想想和汉藤聊的,就是一个就是,呃,你现在也入职这个两年多了吗,刚才你提到时间管理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其他的就是跟你之前想了回国,有什么就是unexpected的这种,无论是学术方面呢,或者说是呃,就是管理学生啊,或者说是做工程方面的这种这种啊,对,不同的,你说如果是没有想到过的啊, 我觉得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啊,就是在国内实际上你能接触到,或者你能用到的资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多的,呃,因为首先啊,就是说你呃,来到一个好的平台,当然这个很重要啊,你不管是这个呃,北京的,上海的,还是说这个地方的,这个到一个好的平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直接带给你的就是一些呃,非常好的资源,然后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多的机会,那呃,呃,以前做学生或者在北美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呃,很难去接触到这些比较大的,或者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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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核心的这些东西啊,呃,但是但是在回回到国内以后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或者是让我自己觉得呃,其实我做当时回来的这个决定还是蛮正确的,就是因为呃,能接触到一些比方说国家很大的项目, 呃,然后这个资金的啊,或者是这个方定的支持力度,是是真的是,是真的是,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啊,呃,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能接触到很多这个这个top级的这种资源,但是我相信就是你去到更好的地方,比方天花比达你可能接触到的会更更好,更优秀啊,但是其实在中科院这个平台下,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这种做的非常非常好的老师,然后这个在产业,在这个学术界都非常非常有 影响力的这个这个老师,其实你跟他们聊一聊,跟他们找找合作,那个那个对个人的这个帮助啊,对啊,包括对个人视角的一些帮助,其实是非常大的啊,我我觉得这点确实是之前,因为确实也不太了解,回来以后这个我觉得感触是比较深的啊,这个这个挺好的,这个我以前也没有什么体会,嗯,对,然后我其实也还有就是,刚才发现我漏了几点想讨论的,一个就是说,呃,刚才我们讨论到基金申请这个,那你每年大概现在,比如说, 交多少基金,然后就会你写多少申请,然后然后种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呢?呃,这个呃,对年轻的老师来说,就是前面还是以这个国自然,就是就是有点像nsf的,咱们叫nsfc,啊,就是就是这个国自然这个为主,那呃,他的支持力度其实没有那么大,就是比方说青年基金就20多万,然后这个呃,面上项目就60来万,那这这这个的话, 就是说一定要去申请,就是他有点像是说,呃,他不代表特别有价值,但是呢,你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等于等于是也也是不不行的,也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等于是面向全民的,就是面向全,就是中国整个不开的,因为他不光是面向几个好学校,他是面向所有的学校,所有的这些科研机构,其实都是呃,有机会去申请的,所以相对来说,他的这个PK也是比较大的, 他PK虽然钱不多啊,但是大家都还是比较在意,因为他毕竟是国字号的这个国自然基金的这个,这个钱,那对年轻来,年轻老师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是青年基金,一个是呃,面上基金,那这两个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使,然后青年基金呢,又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好像啊,然后面上基金还好一些,就是他没有那个年龄的限制,呃,我觉得这个大概的比例啊,就是跟,根据这个,根据这个,这个真实的情况,大概就是说那个 这个10%的命中率啊,就是就是你也可以去查,就是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一下那个网年那个国自然美,他是分好几个口,比方说咱们看,咱们基本上都是在看这个信息口,然后,然后这个大概就是这个10%,应该不超过15%,这个命中率啊,所以这个的这个,呃,竞争还是挺激烈的啊,然后呃,再往后其实就,呃,主要就是,就是从这个纵向来说的话,再往后就是一些,咱们经常提到就是, 什么幽青啊,节青啊,然后这种青年长江啊,青拔,就类似于这种,那这个就相对来说是属于高水平的这种,呃,竞争了,它是属于就是一群大家做的都比较好的,都是各个领域内比较顶级的这种研究的这个青年人,呃,然后大家拿,拿来一起来,然后来,来,来退一位啊,所以那个基本上,那个基本上每年的那个PK比例也是,呃,一比十,就是说最后会选出10个候选, 因为申请的人很多啊,申请的人可能得有,呃,这个小100克,就是几,几十个,但是他一个口,比方说一个方向,都不管是图形学方向,还是这个人机交互方向,或者是一些其他方向,他就会选10个候选,呃,10个候选,然后最后这10个候选里面选两位,选两位就是说我们叫做商会,也就是能去做这个打辩,然后这两位里面最后,最后选一位,所以说最后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非常,因为大家其实现在都很强,在, 在各个领域,就是能够,能够被选上的,其实代表着他已经在各个领域是,各自的领域是佼佼者了,那么在这个领域之下,大家再去PK,所以,呃,这个竞争其实还是比较激烈的,比较激烈的,呃,然后除了这些项目以外,其实,呃,国内还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那个别的,呃,别的一些,一些,一些项目啊,呃,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很多都是国自然的项目,那国内还有这个科技部的项目, 还有这个教委的项目,然后包括这个如果你是对做这个军事有有这个兴趣或者是有这个match的话,实际上你也可以去去接这些或者去PK这些军队的项目啊,然后有军委,科技委,大家有装发的项目,其实就是种类还是很多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当然每每每个对这个qualification的那个要求是不太一样的,特别是牵扯到这个对军队啊,或者是对这个呃, 这种项目的话,其实你要求大家一定是要奢秘的嘛,所以所以所以他其实跟跟美国的那个分类有点像吧,就nsf,nih,还有大牌啊,fbi,这都是对对对,咱就有不同类别,很像,对对对对,嗯,是那那这种的话,那你大概每呃,每年的这个时间分配就百分之多少是在在写这个项目申请上面呢,大概。 国自然它是集中每年的三月份啊,就是每年的三月份,就是它是集中的那个申请期,然后一般那个各个单位又要比国家那个最终的呆在那要提前个十天左右吧,因为它要单位里面要内部在书里,如果你是学校比较大的话,那你就可能你的系就要更提前一些,所以基本上大家是春节前后就要开始动手去写这个东西去做准备,然后到三月份投出去,呃, 所以它相对来说那会站的时间会比较多,那会站的时间比较多,呃,然后其他的项目就就没有其中的那个daddyline了,就是说它可能是看这个项目本身的这个需求,它有时候会放出来,然后然后你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去申请啊,所以呃,每年的三月份应该说是呃,很忙的一段时间,就是就是在这个国自然的这些申请上面啊,了解,了解,那你刚才这个 也提到了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跟这个加入大boss呀,叫大佬的实验室,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跟自己建实验室有什么区别呢,就比如说你加入了一个一个大组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不用写基金申请了,就靠着上面的这个钱就就活着挺好的,还是说还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就是就是呃,所有的钱你都要去走一个申请,只不过有些钱是 就是你只有在大团队里面,呃,比方说这些已经,已经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四十多岁五十岁左右的这些就是已经是学术,学科领导人啊,或者是这个学科带头人了,那他们实际上是要去面向更大的项目啊,就比方说这个科技部的这个重点研发,那都是在千万级别的, 然后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种更大规模的一个一个项目,那么对年轻的人来说,就是说我们一上来肯定是没有这个资质,或者是没有这个能量去申请到那样的项目的,所以我们能面向的其实还是,就是比方说刚才的国自然的这个青年基金啊,面向基金这些,就说你你是要去搞定那些那些项目,那你的更上面的人,或者是这个领导人,或者是这个不叫领导人,叫带头人,呃,或者叫实验室的这个主任啊,什么, 他们要去搞定就是更高一层的这个这个这个项目,所以说这个层面是不太一样的,那呃,最终就是说呃,你在一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咱们讲究的是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啊,因为这个是非常有体会的,因为如果你是到一定阶段啊,就是每个都是分分散开来的话,实际上你很难去承担,就是我一开始讲的话,就是国家 他真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大型的这种公关的项目,你靠一两个小团队是很难做的,是很难做的,因为你没有那样的人才储备,没有那样的一个一个积累,那那个时候往往是要交到大团队手里,往往是要交到大团队,因为他有呃,比方说这个带头的,然后中年的,青年的,学生,就是他一层一层分的非常的明确, 这样的话,他有组织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对个人发展来说的话,因为你个人,也是需要有一些方的嘛,比方说你,你写到自己的简历里面,或者是这个自己管理过的一些基金项目,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小的开始做,就是从小的开始申请,实际上是这么一层关系啊,这么一层。 比起来,就是说这个这个团队带头人,他们其实是呃,相当于成员一个资源整合的一个一个一个作用,他手上有很多的这个教教授,各种级别的教授,中年青年的,对对对,每个教授可能负的方向大大小小有点点不一样,但他们就可以把整合起来来接下这种你说这种千万级别啊,甚至更大的这种,对对对对对,他是他一定是这样的,对对对,所以年轻的就是说呃,在大团队里面实际上有一点好,就是说你等于是去了一个大公司,其实概概念非常 非常像,非常像,就是说你其实你是有一个平台,你在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你可以去去去做个人的一个发展啊,但是你也要同时明白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或者在这个平台上面你的角色啊,我觉得这点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个呃,国内现在其实也是也是鼓励,就是说你年轻的人要勇于去承担嘛,是吧,勇于去承担,那其实每个人身上都会带一个小队伍啊, 比方你有自己的学生自己的一个小团队啊,那那这样的话就说你要又要去去运营好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小的一个团队,所以呃,所以需要去学习,需要去锻炼的这个也是方方面面的,是,是你说的这个其实我刚才也想到好像在在至少美国这边的,他这个类似的概念就是copy,就是很大的那种asf的,他有的时候要找三四到四个,甚至五个,甚至更多,我见过最多有六七个教授copy的都有了,然后像你说的就是这种,因为他一个lab, 可能不能支持这一个项目的全部的方面,再分布到各个多领域啊,交叉学科的这个,对的,对的,像国内有些非常大型的项目啊,其实也是要做一些联合,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呃,中科院要出一些单位,然后你大学也要出一些单位,这样大家把所有的这个这个领域里面最好的这个队伍联合起来,然后来去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项目,那那这种大型的项目, 一个是呃,基金的规模非常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时间上一般都比方说好几年啊,所以所以所以一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啊,对,挺好的,挺好的,呃,那最后我看我之前也你也学到这个中,中科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这个平台,那你要来发一下你的这个招式机身或者教学生的这个广告吗?啊,对,谢谢啊,这个也趁这个机会,其实呃,也是希望 跟更多的现在在北美啊,在欧洲的呃,同学们去去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呃,面向全世界面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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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海外留学的这个同学呃,以比方说我们自己也在不停的提升自己的这个研究的水平,那我们也要充分的利用好自己在国内的一些优势,所以说对感兴趣的同学啊,其实也是非常欢迎呃,特别是在人机交互这块啊,呃,欢迎 就是能够跟我去联系,然后呃,看看有没有这个做实习的兴趣啊,就类似这个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啊,然后另外就是说对即将毕业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北美的博士来说啊,呃,其实大家不用对国内的一些什么事情就是呃,太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一些这个恐惧或者是这个这个不确定啊,实际上国内其实他有自己的一套这个 这个制度,但是同时呢,他所能提供到的这个机会以及平台以及资源,实际上我相信是呃,呃,呃,在很多情况下不一定是比北美差的啊,呃,那更多的实际上还是要呃,呃,把握住就是自己呃,呃,的一个目标和一个规划,然后呃,呃,当然真的是希望就是因为因为我们是在做人机交互嘛,就是说希望这个更多的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同学们 能够回国来支持这个国内人机交互的发展啊,因为这个其实呃,还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啊,所以所以大家其实也是正好借这个机会,就是说有有有有更多的问题,然后有一些这个更具体的问题,那也欢迎就是呃,来找我来来聊一聊,或者是来讨论一下,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可以,那我之后会把韩腾的这个主页和他的邮箱联系方式都放在shownotes里面, 呃,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谢谢韩腾来分享他最近回国这几年来的一些体会,呃,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意思的话,欢迎订阅,也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分享,也欢迎在applepodcast或者小宇宙上面给好评,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在shownotes里面有我们的官方网站和联系方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好,谢谢李丁,好,再见。